大家下午好啊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话题 就是 当你打开一个 中毒的网站的时候 你的电脑会不会中毒 或者说你的手机会不会中毒 现在很多 经常上网的人都会有这个疑问 甚至有一些人 就是对这个东西 就是很害怕 然后就生怕哪一天他的手机或电脑中毒了 今天我就来 聊一下这个事情 实际上把这个也是分三种情况的 比如说第一种吧 就是 就是他 想在网页上挂脚本然后侵扰你的电脑 这种情况吧 可以说是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东西浏览器嘛就相当于是一个沙盒 然后 所有的 网站系统都是运营在这个沙盒里头 但有些浏览器上面 也是有漏洞的 比如说有一些小牌浏览器的话 大牌浏览器 偶尔也会出现漏洞 但这个漏洞 出现漏洞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所以嘛 我就说 这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通过 网站的脚本 然后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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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那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冒牌软件 那什么是冒牌软件呢 就是 顾名思义啊 冒名顶替的软件 比如说 他上传了一个 木马 那么 病毒包 然后就是 改名 说这是一款非常好玩的游戏 然后 就是 大肆宣传 说这个游戏有多好玩 然后让大家去下载 好 然后大家都信了 然后去下载了 结果电脑都做病毒了 对不对 这个 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手法呀 在一些 在一些病毒网站上 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常见 通常就是 就是 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种情况 就是改名 然后第三种情况呢 就不能说是 网站种病毒了 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说是 这个网站本来就是个钓鱼网站 他的系统就是那么设定了 就是设定了来窃取别人的信息 然后 如果说你在那个网站上面输入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信息的话 比如说 银行卡密码呀 或者说银行卡呀 之类的东西那个就 很容易就会被人窃取 这个是非常 非常需要注意的 综上所述 其实我说的是这几种情况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 上网还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说当点开一个 这个种民毒毒网站 这个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说惊慌呀什么的 所以这个种民毒的机率还是非常的小的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杀毒网件 像360啊什么东西 然后你点开的时候他都会有提示的 就是说这个网站 是吧 这个网站有病毒 那好吧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有什么建议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